台大圖書館 台大圖書館 是他整個學術研究的一個基地 一個養分的來源 對我們歷史學者來講 我們認為台大圖書館背後代表的是 台北地大史學過去所蒐集資料的一個成果 曹老師就透過東映寺公司 跟歐洲史、世界史連結起來 這一點就慢慢跟其他的台灣文史研究者區隔開來 一開始做學問他就是從交通史去接入 所以他一直對於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歷史發展他有他不同的看法 就不同於以前的國民黨的框架 市民、曹永和先生他們這一輩的人 都有一個表層文本 另外一個底層文本 他們的生命有一個hidden transcript 一個隱藏的文本在那個地方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